小时候 这条通往外面世界的路 总是那么的艰难和遥远 童年时 放假要去和外面打工的父母团聚 我们总需要在凌晨三四点的时候 点着火把 漆黑中走到驻港大桥边 坐上去往那外面世界的大巴 而这坑坑洼洼的路 我们总要走上大半天 而我总要吐得稀里哗啦 少年时 这条路总算变成水梅路 整个初中时代 我总是趁着午休 骑着自行车 半个小时骑完 黄春中学到驻港的这十公里的路 只为了那一封封 同样来自黄春中学的信 这条路 洒满了我的汗水 和年少时的情窦初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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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快乐 六年轻转 你们看水 将冬播剧场——快乐 甚至外 和年少时的情窦 善逐独播剧场——快乐 以沙尔和佛 指导 咱们 走过了心中最艰难的路 就不再害怕外面的世界了 可以勇敢地独闯世界的路 可以一个人100天独自穿越越南柬埔寨 泰国印度尼泊 可以用搭车的方式行走在318船长线上 也可以60天一个人自驾 行走在祖国陌生的道路上 至于现在的距离 一个人,一条路,一场未知 也曾胆战心惊 但总会回忆起 童年时照亮前路的那一把 熊熊燃烧的火关 烧的噼里啪烂 吓走了心中的黑暗 燃起了心中的渴望 也就成了今天的我 因为这条路才有了黄村镇 也才有了黄村人的故事 祝福你黄村镇 祝福您黄村人